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番佛州小伙伴的朋友圈似乎他们每天都是在度假 阳光 沙滩 主题乐园 周末还可以去镇上的小众咖啡厅和朋友们喝个下午茶 许多朋友都特别忠义于佛罗里达的这个宝藏城市 那就是佛州的奥兰多市 据奥兰多旅游局在18年年终的统计显示 奥兰多成为美国首个年游客量超过7000万的旅游目的地 您不管是去超市买菜还是去当趟吃饭 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个城市有冷清的时候 这里有Disney 环球影城 奥兰多周边还有阳光沙滩可以享受 我们在网上搜寻了许多奥兰多市民的真实感受 以一个奥兰多市民的视角给大家说一说 本地的景点美食还有旅游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首先啊从天气来说 奥兰多没有分明的四季 一年到头没有特别冷的时候 除了每年的雨季基本上都是阳光四射 因此来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另外这里的早晚温差非常的大 清早和晚上都会比较冷 而中午却会很晒很热 短袖短裤基本就能搞定了 但是早晚一定要备一件外套 交通 大部分人来奥兰多都会选择亲子游 或是和朋友们一起来奥兰多旅行 这里呢没有地铁 所以说建议来奥兰多的朋友们呢 还是租车会比较方便一些 因为奥兰多市比较大 并且每一个景点相聚较远 比如说您想要逛街吃饭游览景点 常常会遇到想去的地方都不在一个区域的情况 像是大热门的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这两个主题公园在不堵车的情况下 要开25分钟才能抵达 另外一点就是游客们呢 经常打Uber会遇到排队的状况 自己租车呢也就方便了许多 出去主题公园的停车是需要收费的 逛奥特莱斯、马尔或是吃饭 全部都是免费停车的 在奥兰多您并不需要住民宿 International Drive上有着大大小小的酒店 也有奥兰多本地的Rose Inn 这些酒店呢都不会太贵 如果说您的行程安排中有购物 去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建议住在这一块 去哪里呢开车都不会太远 许多酒店都有安排 每天免费的接送巴士到各个园区 但是呢都是定点出发的 具体的信息呢您需要询问酒店的前台 如果晚上想要在迪士尼看烟火表演的话 可能会错过酒店的末班沙头巴士哦 需要您注意时间 如果您是奔着迪士尼来奥兰多的话 在这个附近也有不少成片的酒店 这里的酒店稍微新一些 周边逛街吃饭也都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的周围并没有好吃的中餐厅 当然如果你需要预定园区里的酒店 追求更完整的体验 这些酒店呢一般都比较热门 需要提早预定 价位呢也会稍微高一些 其他的小贴士 环球影城和冒险岛外有一条City Walk 上面有许多小酒吧还有电影院 6点之后停车免费 如果你没有去这两个园里玩的打算 在6点后去那边走一走省据25美元的停车费 而且呢还可以和环球影城外的那个大地球合影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Disney Sprints随便吃些什么呢都大排长龙 但是里面呢有一间侏罗季主题的儿童餐厅叫做T-Rex 在小朋友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体验一下 但是千万不要饿着肚子去排队一定会很崩溃 如果有朋友们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小酒 倒也可以去Disney Sprints 这里的情调很棒园区里也非常的安全 Disney Sprints的热气球非常值得去 但是一定要选择在晚上去 因为白天呢真的是太热了 奥兰多的消费税是6.5% 而且相比于许多热门的旅游城市来说 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这个帽里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品牌 里面有Chanel 爱马仕 Louis Vuitton Prada Gucci这些大牌 如果有趁着度假想要好好逛街的打算的话 去这里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划算一些的 旅游景点 来到了奥兰多您绝对不会无聊 奥兰多有许多数不正数的自然景点和主题公园 有小朋友们喜欢的迪士尼乐园Legoland 大朋友们喜欢的环球影城海洋世界 由于时间关系这些宝藏景点呢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周末去哪玩里为您一一道来 还不快给我们点个赞 接下来是我们大家深受喜爱的每周固定活动 基本每个周末您都可以参加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精彩节目了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右下角红色的订阅按钮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了 也千万不要忘记到DoraViu的Lisa海洋领取你的免费礼品一份 好茶不贵人人满意 周末去哪玩下周更精彩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